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交到大约10名持有PV吸管和铁棍的男子 在学校前围殴 两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 送远治疗 所有嫌犯在打人后分别乘坐两辆轿车逃走 警方将远挺行事发点第148骚乱条文 追查其他涉案嫌犯的下落 所有嫌犯将被延扣到3月22号以协助调查 明镜与点点栏目